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创意比赛竟在运通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 8月16号星期五的一个盘中介盘节目 我是陈卉博 今天的一个台北股市开盘 是属于一个开平震荡的一个格局 但是从10点钟 从10点钟台股突然之间 出现了一个向上拉抬的一个动作 现在时间11点 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的一个走势状况 台北股市目前涨了55点 已经来到了今天基本上的一个 就是新高 早盘开盘震荡 但是从10点钟过后 突然间的一个拉抬拉升 好 是不是止跌了 其实大家所关心的是盘市目前的一个状况 其实微博老师在上节目之前 我看了一下美股盘后电子盘的一个交易 目前在道琼旗子的电子盘交易 跟NASDA个部分 我们讲道琼旗子就好了 我刚才上节目是10点 将近快11点钟上涨了100多点 100多点 今天的走势是不是已经确定止跌了 我想这是大家所关心的 因为为什么 因为昨天的台股 面对了美股暴跌800点的一个状况 然后当然出现了跳空开低 对不对 结果今天又再涨上去了 这个地方是不是 有机会在这边做打底往上涨 我觉得这个要观察一下 要观察一下 我先给各位看今天的一个 为什么台股可以拉升上来的主要原因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部分 国际股市 大概给各位看一下这个 国际股市的一个报价 今天目前的台币 是呈现一个升值的状况 这升值的状况 当然是有助于台股的一个上涨 这是上海的A股 上阵A股 是呈现一个上涨的走势 香港部分今天也是一个上涨的走势 其实大陆股市 它不是今天还开始涨 它昨天逆市 昨天的美股 前天应该讲 前天美股是不是跌了800块 对不对 大陆股市是开低走高 这个有机会我再来跟各位讲 我们先讲到台股部分 因为时间并不是很多 在解盘之前 威尔老师先跟各位报告一件事情 我们的这个盘中节目会先进行到今天 然后会暂停 请大家如果要持续追踪 我对于台股行情盘势或者是股票 甚至是期货的一个看法 请大家可以加入我的LINE 小老鼠WBP2365C 小老鼠WBP2365C 昨天的节目我们有跟各位讲过了 因为公司针对这个节目部分的话 我们要做一个调整 所以我们的盘中节目会先做一个暂停 会暂停多久 预计大概是两个礼拜到一个月左右 不等 这个不一定 因为时间我也不确定 但是在节目暂停的过程当中 微博老师会持续的操作 因为我还有会员 对不对 我更可以专心带会员操作 原本我们的操作是以波段的方式 因为之后我盘中节目的话 就可以先暂停 先不要录 所以盘中的时候 我甚至可以做一些价差 我就可以更专心的带会员来做一些价差 所以会员的动作不会暂停 会员的动作会持续的操作 会持续操作 只是我们盘中的这个节目 你现在看的这个节目 我们会先暂停 会先暂停 暂停之后 对于行情的看法 比如说大盘现在到底是向上还是向下 如果你想知道 如果你想继续追踪 这部分的话 欢迎各位加入微博老师的一个line 小老鼠WBP2365C 我再次重复一下 这部分先说明一下 因为我在line群组里面 就是下个礼拜我们的节目暂停之后 我会把 比如说盘式 现在是向上还是向下 我对盘式的看法 我们会在line里面 跟我们的一个投资朋友做报告 所以如果你想继续追踪 我们对于行情的看法 我会在节目上面做说明 好 回到今天台北股市 今天算很强 对不对 经过了昨天的大跌 今天在10点钟突然间往上拉 这样往上拉到底是涨真的涨假的 很多人是做股票是这样子 叫做见价追涨 看涨缩涨 看跌缩跌 一般来讲我们的一个看法 不会是这个样子 我的一个看法通常会把它分成一个 如果要看短线 我们就短线的一个看法会跟各位说明 中线的看法还有长线的看法 所谓中线看法是什么 中线看法就有测标 你看我这一段时间 向下了之后 我有给各位改过方向吗 没有 对不对 你看这几天的走势 过去这一个礼拜 有下影线 然后又有长红上涨 然后又有跳空上涨 又有大跌 然后今天又上涨 今天涨势 韦伯老师的测标 有给各位做改变吗 没有 还是向下 还是向下 它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整个行情还没有确定止跌 这样各位清楚吗 你如果说你看到的是指数 今天指数涨了这么多 已经确定说 这边已经做止跌了 各位 你就是看涨缩涨 看跌缩跌 我们在分析股市的过程当中 可以用技术分析 可以用基本分析 可以用筹码面 各方面的来做一个佐证跟判断 当然你说我的判断 是不是百分之百一定准 不一定 我的判断 也会有出现失误的时候 但是对于整个趋势的 一个判断来讲的话 我是还满有自信的 比如说记不记得 我们之前这边看多 一路的上来 我以前都有拿过证据给各位看 你自己也可以上YouTube上面 去找我以前的节目怎么讲 我的测标是怎么给各位下的一个答案 这一段时间是不是从这边 开始向下了之后 到目前为止都向下 所以也就是说 今天的走势 它只是昨天跌升的反弹 各位这样清楚吗 好 今天的台股上涨 它只是昨天的跌升反弹 这个跌升反弹 你说会不会突破了昨天这个缺口 然后一路往上攻上去 以今天来看不容易 下礼拜我不知道 因为其实我原本预估的 这一波的反弹的幅度 是到10550 甚至是10600点左右 当然它没到 它没到 所以这个缺口 你说它今天会不会过 不容易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成交量 今天预估的成交量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是1091 大概我们给它1100亿 昨天成交量多少 昨天成交量1200亿 1219 好 各位 昨天的成交量是1219 然后这一天的 这一天的上引线的成交量 是1443亿 来 我请问 今天预估量是 现在又掉到1088 你说这样的成交量 它现在要开始往上攻击吗 不容易 没量就没价 所以其实今天它是属于什么 昨天的跌增反弹 各位这样清楚吗 你如果问我说 威宝市 现在是不是空头市场 可能会有人这样讲 因为有的人会跟我讲 现在是空头市场 现在是多头市场 然后跟各位讲 现在这个行情 真的是扑朔迷离 又加入了一个政治因素 台湾又是选举年 然后美股又在那边大涨大跌 对不对 你又知不知道明天 香港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问各位 明天川普会不会又讲了什么话 这个我真的是没办法拿捏的 但是从技术层面来看 我可以非常给各位做确定 今天为止 今天虽然是上涨 还没止跌 但是如果你问我说 是不是空头 我说他也不完全是空头 你可能会觉得我讲的话很矛盾 为什么 微博给各位的测标是 属于不叫中期的判断 不是中线的判断 不是长线的 也就是说目前为止 这一波从10994的下跌以来 结束了没有 没结束 如果结束了 我给各位的测标就是向上 如果这个盘式已经开始要开始往上涨了 我的测标会给各位改成向上 各位这样清楚吗 好 既然现在是向下 为什么又不是完全的空头 之前我们就跟各位讲过了 这是过去两年以来 两年多以来的台北股市的日K线 过去以来 这个地方我们把它画了一条颈线 这条颈线的幅度 大概是在1万0200点左右 我们之前就跟各位讲过了 现在的指数在多少 我们看一下今天 现在是10384 来 请问现在是在1万0200点之上 还是1万0200点之下 现在当然在1万0200点之上 所以1万0200点之上 它还是偏多方的架构 各位你懂我意思吗 如果这一波未来跌破了1万0200点 它就会偏空方的架构 就像这一段叫做空头 这边叫做多头 这边是多头 多头当然会有回档 难道多头就是一路涨吗 没有 涨多会拉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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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你懂我的意思吗 因为这个地方1万1000点 这边有一个压力 之前我们跟各位讲过 这边有一个压力 所以为什么 这个之前涨到这边 我跟各位讲这边是高档的原因 好 现在的位置点在1万0380点左右 它没有跌破 没有跌破其实多方的架构存不存在 多方架构是存在的 所以现在我希望 其实我比较希望大盘是向上 目前为止是向下 代表的是这一波10994叠下来 它还没有结束 我不希望它破1万0200点 因为如果破1万200点的话 行情会更空 现阶段你多单操作都还可以赚钱 真的 我没有骗各位 我现在代会员操作的股票 就是有赚钱的 你可能真的很难想象 你可能会觉得说 大盘已经跌了这么多 对不对 好 我们先把大盘讲完 等一下再来讲股票 好 那这个地方 既然它现在的架构还是多 但是也不代表 现在就要开始往上涨 为什么 因为上方有压力 我们把这个图形 稍微再把它放大一点来看 就是这样的图形 刚才各位所看的 这个是两年内的 对不对 这个图形稍微把它放大一点 就是这样子 各位懂我意思吗 好 这下面有一个 1万0200点的一个 所谓多空的一个分水岭 但是上方还有压力 我们之前给各位画 这是之前的图 这边反弹的过程当中 为什么我会跟各位讲 压力会在1万050点 到1万0600点 因为这边有一个缺口 这边有一个长黑 所以左缺口右长黑 这个地方已经形成什么 形成一个导状的一个反转形态 这个导状反转形态 其实压力是很大 因为成交量都有放大 所以这边涨上来会不会有压力 会有压力 现在形成什么 上面有压力下面有支撑 我请问各位 到底是会突破还是跌破 来 我再讲一次 我请问大家 你觉得未来的大盘是会突破 就是突破这个压力 继续走多头 还是会跌破变成空头 我请问各位是哪一种 没有办法预测 为什么 因为我不是川普 现在如果中美贸易的部分 他又有和台的一个契机 我跟各位讲 就有机会突破 如果美中贸易的问题又继续恶化 香港问题又继续恶化 那就有可能会跌破 所以我希望各位你们做好准备 我其实 微博老师今天的盘中解盘 是要暂停 是最后一次 对不对 我希望传达一个 最正确的操作观念 只有控制好风险才可以创造获利 也就是说 你如果看到行情涨 你很开心 然后你又要追股票 我跟各位讲 我跟各位提醒的还是风险 我跟各位提醒的还是风险 为什么 因为风险是最重要的 股票不是不能操作 就像我们这一波 下跌的一个行情 我带慧云也是做多股票 对不对 好 等一下我们休息后 会来跟各位讲股票 我要跟各位讲的就是说 你如果说没有加入我的LINE 如果你没有加入我的LINE 那接下来你可能有一段时间 看不到我的节目 我希望把最正确的观念传达给你 什么样的观念 股市操作就是这几个字 只有控制好风险 才有资格弹货利 那我要讲的就是风险 你不要认为大盘涨 所有股票都会涨 没有那回事 你也不要觉得大盘跌 所有股票都会更跌 所以你买的股票 它才是最重要的一个关键 各位清楚吗 股票到底要怎么操作 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微博老师用我自己 本身目前代会员的案例 真实的案例 然后跟各位讲 我怎么买进的 我怎么设停损的 为什么也要买进 原因 理由到底在哪边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跟各位做一个详细的报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运达同步陈老师 两岸吃到饱 最低的入会门槛 最高的投资报酬 以专业诚信操盘 帮您控制风险 创造夹击 创专线名额 8773-8859 8773-8859 运达同步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忘读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运达同步 028773-8859 只要拨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运达同步陈老师 两岸吃到饱 最低的入会门槛 最高的投资报酬 以专业诚信操盘 帮您控制风险 创造夹击 创造线028773-8859 8773-8859 您好 我们是内政部移民署 eGate自动查验通关系统 会给您方便与快速的通关体验 第一步骤 请将护照翻至对人资料页面 对人资料页面朝下 接着靠左上角对齐 至于护照读取机上 完成感应后脚门打开 第二步骤 眼睛直视机器上方镜头 同时手指按压机 请右下方指纹按压机 进行电视 电视成功即通关完成 It's easy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那我们的今天的盘中的一个节目 是要暂停了 所以今天应该是最后一次 那什么时候恢复还不知道 但是会有恢复的一天 但是这一段时间如果暂停之后 如果你想知道 微博老师针对盘式的看法 到底大盘是向上还是向下 你可以加入微博老师的一个line 这个line的话账号是小老鼠 前面一定要加一个 这个at的符号小老鼠 wbp2365c 2365c 那你加入我的line 我会把我对行情的一个判断 看法 甚至我们可能操作的股票 跟各位来做一个分享 提供给各位做一个参考 那股票应该怎么操作 其实对我来讲的话 大概几个原则 如果我要做多一档股票 我会先看它的基本面 基本面是好还是不好 因为我如果叫我会员买股票的话 第一个要买基本面好的 怎么可以买基本面差的 这是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是技术面 有没有出现买点 那你可能会觉得说 现在你不敢操作 为什么 因为行情一下涨一下跌 现在涨67点 行情一下涨一下跌 一下又涨 会不会明天又跌 下礼拜 会不会下礼拜又跌 不知道 不知道对不对 到底是要涨还是要跌 各位 不用去在意这个 你专注在你的股票操作上面 因为 我之前跟各位讲过一句话 我说上涨的行情 会有下跌的股票 下跌的行情也会有上涨股票 所以不是说 所有股票都会跟着跌 就比如说这一波好了 行情是不是从10994点 一路跌下来 各位 你相不相信微博这一波 是带会员做多的 你信不信 你可能会觉得怀疑 我们来看它是从什么时候跌下来了 7月23号最高点 然后开始往下跌 对不对 但是你相不相信这一波 我是带会员做多的 我是说股票 我没有做期货 做期货就被 就赔死 对不对 你看我怎么做的 还记得我们每天在跟各位追踪这张股票吗 对不对 这是8月12号图 之前我就不印了 我们是更早买的 等一下我给各位看 是这样的一个上涨架构 当时候是46.9 然后到8月13呢 47 到8月15呢 对不对 472 好那今天呢 今天8月16嘛 496 这是盘中印的啦 来各位你看喔 大盘 大盘这一波是怎么跌 是这样子 然后在那边震荡 那我们的股票呢 一路往上涨 有没有看到 好我干脆把它公开好了啦 因为已经赚了10% 我是想 我干脆把它公开啦 因为反正今天节目就最后一次了嘛 来 各位 让各位看一下是什么股票 3005神机 好没有给各位糊弄啦 我们遮住的原因是因为 不希望各位来做跟单啦 因为你买进去 如果跌 你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做嘛 对不对 然后我们是带会员操作嘛 给各位看的股票都是一模一样啦 3005神机啦 3005神机啦 好这是我们续报到现在的啦 今天8月16号嘛 3005神机啦 那我们神机买在什么时候 我给各位看啦 这个都有讯息的 而且买进一定都有 都有证据的啦 来各位这是7月29号 7月29号的大盘在这边啊 已经开始跌了啦 7月29号的大盘还在10800点之上 将近10900点 当天最高还达到10905 然后行情是不是就跌下来了 你看我们买进的神机 3005神机 45元直接市价买进 三分之一资金 因为我讲过了 我最多就做三档股票 来买进有没有设停损 买进设停损 好所以7月29号我买3005神机 我们看一下7月29号的3005 7月29号的神机是在这边 今天的神机是在这边 因为今天神机又在大涨创新高了 好所以7月29号 我们带会员买进是在这个地方 这是我们今天给会员的讯息 所以左证就是知道说一定有做 这是今天早上微博发给会员的嘛 因为我希望神机继续续报 我们守好守中持股 我认为今天是这样说 所以是属于一个整理行情 所以今天的上涨的话 其实我认为是一个反弹架构 好 主要在边会员的3005神机 准备挑战50块 耐心成就大获利 现在的价格是49.45 当然我不知道今天会不会挑战成功 但是目前为止是准备挑战 我们买在7月29 但是我要跟各位讲的并不是这个 重点在哪里 重点在这边 你认为不能做股票 偏偏就可以操作股票 而且还可以赚钱 大盘明明在跌 大盘在震荡 这在于什么 在于选股 因为我们所用运用的方式 是这五个原则 第一个叫做基本面选股 那为什么会选神机 因为神机的基本面来成长 对不对 你看它营收的部分 这是营收的部分 你们可能不会看 它获利的一个状况 我没有时间了 剩下几分钟时间 我把最主要的买进的原因 在于技术面 在于技术面去做买进的动作 好 我买有没有追高 你看 微博老师带会买神机 是买在7月29号这一天 我买的时候有没有追高 比如说我是等神机涨上去 才去买 没有 这个地方买进去之后 你要有什么 有耐心 因为神机它没有每天涨 它涨上去跌下来 涨上去跌下来 涨上去跌下来 然后又涨上去 但是只要它什么 它的方向没有出现迈讯 它的走势没有出现迈讯 我就不需要卖 对不对 因为这样才可以做到 赚到波段的钱 买进设停损 赚钱设停利 因为目前为止 它还没有到停利的位置点位 所以我当然还是续报 会员持股三党 为什么一定可以三党 因为我刚才给各位看过讯息了 我们当时候买进的讯息 是这个样子 这是神机我们买进的讯息 多少价位 买进去之后 多少资金 因为我只买三党股票 所以一定是三分之一资金 各位这样清楚吗 我总不可能说 我叫你买三分之一资金 然后我叫了五党 你怎么可能买三分之一 你一定有两党买不到 我叫了十党 一定有七党买不到 因为你每一党股票 如果买三分之一的话 你想想看 你可以买多少党 最多就买三党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持股 控制在三党的原因是在这边 买进一定设停损 如果它不是往上涨 我们最多就是停损 就是一块钱 其实这才是真正 做股票的一个道理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没有办法再跟各位讲 因为其实我以前做 就是这一段都做很多股票 包括操纵 资源 那个都是以前的绩效 我就不再做说明 自己上网去Google 或者是上网到YouTube上面去找 其实网路上都有相关很多 我以前的一个节目 如果说你想继续知道 我们对于未来盘式的看法 请大家可以拿出你的手机 然后去登录一个账号 叫做搜寻 就是小老鼠WBP2365C 你可以找到微博老师的Line 你可以加入我们的一个群柱 加入之后 针对有一些行情的一个看法 我们会提供给各位做参考 我相信对各位会有个帮助 至少你可以知道 大盘是向上还是向下 对不对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今天的一个盘中节目 就进行到这边了 感谢各位的一个收看 后会有期 拜拜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切之客 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平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明风采精彩 为投资人打造全新的 台股直播室 超强名师阵容 直播现场急问急答 盘中及时为您解答 4月起 明天早上9点开始 正清锁定运动财经台 台股直播室 运达同步陈老师 两岸吃到饱 最低的入会门槛 最高的投资报酬 以专业诚信超盘 帮您控制风险 创造佳击 转参线02 8773-8859 8773-8859 运达同步 核心超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忘读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运达同步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并来保护陈老师 两岸吃到饱 最低的入会门槛 最高的投资报酬 以专业诚信